为了流量突破下限导致翻车的网红不少,但也是没想到,连在恒电做群演的网红都能因为涉嫌造假而翻车。 最近,知名恒电网红云子团团和他的朋友们就接连被扒,被曝伪造群演身份骗流量,还牵扯到了肖战,王一博,杨子,杨幂等人所在剧组,甚至涉及报警和起诉,事情有了逐渐闹大的趣。 结果网友一看时间线,杨幂当时根本不在剧组,早就因为拍综艺眼睛受伤离组了,更严重的问题在于,这些网红对外展示的虚假拍摄,日常会让人对群演工作产生误解,以为做群演,就是随便吃吃喝喝玩玩,就能见到明星。